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27日 礼拜一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这个周末与中国与台湾有关的国际大事不少 首先是巴西总统取消对中国的访问 之后是红都拉斯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与中共建交 最后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破政治惯例 拒绝了即将离任的中国前驻日大使 恐愿又请求见面持行的要求 巴西总统罗拉达直尔雅的一位新闻秘书宣布 77岁的罗拉被确诊得了肢气管性肺炎 因此取消原定3月27日至31日对中国的访问 左派出身的罗拉 原定26日至30日率领大型代表团出访中国 但出发前总统罗拉染上轻度肺炎 决定延后出发时间 变成3月27日至31日访问北京 但如今又再次更改取消了行程 在习近平访额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世界两大阵营日趋明朗化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督然认为 左翼努拉虽然支持普京 毕竟受右派占多数的国会制肘 巴西应该不会公然加入中俄阵营 非常可能是努拉在顾望 26日红都拉斯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随即与中共签署建交公布 中华民国外交部立即公布了 红都拉斯外长至外交部长吴超市的一封 冷索信信中要求台湾所为援助20多亿美元 存名日期3月7日 但台湾收到时已是3月13日 第二日红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发推文 说要与中共建交 台湾传媒批评 这是故意让台湾无时间回应 是在这里耍弄政治手腕 当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洩 在记者会上表态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即日起终止与红都拉斯的外交关系 民选总统蔡英文也立刻发布影片说 台湾既不会和大陆去竞争搞金钱外交 也不会减选坚持自由民主走向世界的意志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6日也表示 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和台湾交流 华盛顿还批评北京经常不对现承诺 资深记者岳峰分析 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信息慢变 根本上是围绕着两大阵营的对峙 一方是以欧美为主导的自由民主阵营 另一方是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专制邪恶阵营 巴西总统取消访华 一方面可能是健康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以健康为由 暂时拉开和中共的距离 不想将自己完全和整个自由世界对立起来 红都拉斯表面上对台湾开出天界的纳索 其实他们是掩给中共看想从中共那里获利 建立忘义很难没有苦果在最后等着他们 还有日本拒绝中共离任大使的会面 这个不仅仅是外交礼而上不给面子 更是表达了对中共一种妥气 所以各国都在选择之中 一日前25日日本传媒报导 刚刚从乌克兰访问归来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拒绝了2月底离任回国的中国前驻日大使 恐远有请求见面持行的要求 按照日本政界的惯例 离任大使在离任时 一般都会得到手上的会见 所以外界认为岸田的拒绝内人尋味 俄国总统普京25日宣布 准备在白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 此举引法国界憤慨 发生写清 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 莫斯科当局首次准备在国外部署这类武器 有分析认为 这次普京扩大核武器威胁 是一场明显的文明与野蛮之争 普京表示 英国国防大臣发表计划 对乌克兰提供朋友武器的声明 是启动部署的理由 甚至没有这个声明 卢卡申科亦早就提出 在该国境内部署核武器的请求 公开资料显示 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 之前遗留下来的海外核武 分别存放在俄国、乌克兰、白罗斯及哈萨克斯坦 俄方目前在白罗斯部署10架可以搭载核武的战机 而明斯克亦已获得一批可以发射核武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 在地理位置上 白罗斯与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托维加接让 在去年 白罗斯允许俄军通过其领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军事攻击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罗夫称 普京的这一举动将让白罗斯走向内部动荡 白罗斯社会对俄国及普京的负面观感和公众排斥将会升到最高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则称 普京的计划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升级 该组织说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誤判或誤解的可能性非常高 分享核武令局势更加恶化、无有灾难性的人道后果 分析人士何旭认为 普京敢于扬言造出最大程度的核武器威胁 本质上就是在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过于软弱的应对措施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有一个通病 对那些愿意遵守法律的成员 他们会使用一些重拳出击的做法 比如说如果有人违规了、违反了某些欧盟的规章 或者如何 他们这些人会受到惩罚 但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之外的一些野蛮的正体 一些不讲道理的正体 他们却做出虚证 或者是甚至似是求和的那种做法 这样的做法导致我国现在敢于做出这样扬言的威胁 实际上对于一些邪恶的成员 对于一些不守法的分子 应该做出实际的打击 就好像当时林肯政府对于那些试图威胁他的政敌 他可以使用一些军事手段来打击他们 这样在国际社会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些谋不讲理的国家 他们想要做出这样的邪恶之举 想要用这种方法来打击一个软弱的善良国家 那你们就可以使用一些强权方式来抑制他 而不是那种只是以谈判 或者只是以口头上的呼吁为做法 这样 这种形式不是说要求战争升级 而是说过于软弱 将会导致一些邪恶分子继续的 肆无忌惮的迫害老百姓 在欧美加大援助乌克兰 日本首相船风式访问基辅后 俄罗斯也再次发出核威胁 对此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在最新影片中表示 全面击败俄罗斯 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 来看报道 扎连斯基在25日晚上发布的每日影片中强调 我们正在一步步地 在任何地方尽一切可能 使俄罗斯的复仇主意 在侵略乌克兰和整个国家的自由的每一个方面都失败 俄罗斯必须在战场、经济、国际关系 和想用一些帝国神话取代历史真相的方面都输掉 在影片中他总结说 有一周的防御工作将要结束 这周 乌克兰又是变得更强大 而敌人更孤立、更无望 他还介绍了世界各国对乌克兰的最新支持和援助 欧盟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 资金已经到达乌克兰的国家银行的借户 乌克兰和日本达成了安全一男子计划 和强而有力的协议 瑞典议会已经批准对乌克兰提供第十一轮国防支持 克罗地亚政府已经通过一项治疗和帮助 乌克兰受伤战事康复的计划 希腊也加入了建立特别法庭的合作伙伴小组 冰岛也公开承认 乌克兰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 对普京发布拘捕令 扎连斯基介绍了乌克兰对此的推进工作 本周乌克兰同意开设国际刑事法院国家办事处 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司法系统 还是在国际层面 我们都在揭册全力 让俄罗斯战反为每一次袭击负责 扎连斯基日前已经对日本传媒表示 乌克兰决心对俄方的战争罪行追查到底 在扎连斯基誓言全面击败俄罗斯的同一日 普京宣布 将会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第二日26日北约表示 正密切监测局势 美国亦都表示将会继续监测相关的影响 库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奥列克西达尼洛夫在推特上说 普京的声明是走向国家内部不稳定的一步 使白罗斯社会对俄罗斯和普京的负面看法 和公众排斥程度最大化 克里姆林宫将白罗斯当成了核人制 随着西方汽车製造商因为抵制侵略从俄罗斯撤出 俄罗斯国内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少 中国汽车製造商乘机占领市场 俄罗斯人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制造百般抱怨和嫌弃 分析机构Otostec和咨询公司PPK的数据显示 在雷洛、日产和平治等公司退出之際 哈佛、奇瑞和吉利等中国品牌 现在占到俄罗斯新车销售近四成的市场 高于2022年1至2月的不到一成 然而俄罗斯人对中国汽车并不受落 路透社采访了几位俄罗斯汽车买家 其中包括经销商 他们救病一些中国汽车的质量低于西方竞争对手 行业专家表示 即使中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在标升 他们产品的声誉却没有提升 一名28岁的顾客是在使用汽车共享服务时 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 但他尚未接受 理由之一是驾驶的平稳性 他说去年买了一辆德国大众的经典品牌之一的 斯阿达和中国产汽车的差异是巨大的 自黑汽车製造商斯阿达汽车公司 是大众汽车集团的一部分 也是仍在当地有汽车生产业务的 几家西方汽车製造商之一 莫斯科去年2月 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后受到西方制裁 国际公司纷纷离开俄罗斯 该公司目前正处于出售 在俄资产交易的最后阶段 利一名74岁的顾客 打算购买中国制新车 但他希望找到一款含有瑞典技术的产品 例如 他知道吉利有一款车有一个动以动的发动机 对他来说 这就是这款车的卖点 尽管大多数外国公司已退出俄罗斯 或者正在离开 但库存滞留和平衡进口 造成一些公司目前仍在销售他们的汽车 俄罗斯国内生产商Aftoverse旗下的拉达 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品牌 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前 雷洛通过之前在该公司的控股权 拥有外国生产商当中最高的市场份额 当地的汽车行业专家说 虽然中国汽车正越来越多地填补这个空白 但声誉不加仍然是一个问题 他们在这里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了 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公众会迅速改变他们的看法 泰甸美洲国家洪杜拉斯 礼拜六宣布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 洪杜拉斯最大在野党同批 总统卡斯塘正是出卖主权给中国 当日台湾外交部也宣布与洪杜拉斯团交 洪杜拉斯外交部的声明称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截至今天洪杜拉斯政府已通知台湾断交 并承认不会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或接触 台湾外交部在当地时间26日上午召开记者会 宣布与洪杜拉斯断交 外长吴超舌强调 台湾不会恢復于中国威权政府的压力与脅逼 将积极联合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 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 吴超市还评激中共 关以怀疑不实承论 有我邦交国转向 延遂行外交目的后 则多未履行承论 甚至反使部分授权国含入债务泥沼 并呼吁世界各国认清中国说一套 做一套的环外本质 那周六 美国在台协会也发出警告 称北京经常作出承论来换取外交承认 但他的承论往往得不到兑现 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14号 无预警在推特发文宣布 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与台湾团交 这举动引法国内大量的批评声浪 红都拉斯第一副总统纳斯拉瓦25号公开表态反对 直指总统擅作主张 红都拉斯最大在野党国家党也同批 卡斯楚正在出卖主权给中国 纳斯拉瓦质问 难道红都拉斯要因为一个权贵家庭 和其20万追随者的心血来潮 就卷入两大强权的战场吗 纳斯拉瓦也质疑北京开出的种种支票 纳斯拉瓦领导的救世主党 去年与卡斯楚领导的自由重建党 结盟赢得大选 算是卡斯楚的高层盟友 但他极力反对北京建交 红都拉斯最大在野党国家党的国会党团 也要求政府不要抛弃与台湾的邦交关系 根据红都拉斯媒体新闻报24日报道 国家党指责红都拉斯政府此举 是将主权和专业卖给出嫁最高者 国家党认为 多数红都拉斯民众对于与台湾团交感到遗憾 台湘已维持超过80年的兄弟情义 红都拉斯不应该忘记台湾对中美洲国家的长期贡献 国家党直言 红都拉斯执政党自由党抛下台湾 拥抱中国共产主义 中共只不过多给了几元 就换到红都拉斯成为的权主义阵营的附庸 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对红都拉斯内政 外交都造成严重损害 当初投票选出他们的人 今天都在泪流满面 惭悔自己的错误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天新闻再会